空間設計 一般來講可以分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有關於空間本身設計的部分 還有就是軟裝的部分 架式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就是藝術品的部分 那一般我們都只著重在硬裝的部分 就是室內空間的部分 其實如果說可以把軟裝 包括家具 窗園 地毯等等 經營得好的話 甚至一直到藝術品 它都是可以把空間更優質 更加分 我今天想要帶大家去看一些不一樣的家室 比如說家具 然後陳列 甚至我希望可以介紹一些藝術品 讓大家知道說藝術品在空間裡面 也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表現 入口氣 入口氣 могуiest 入口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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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從其中一個有關 嗨 倩云 嗨 劉哲先生 这里好有趣哦 而且我发现进来 不觉得时间在这里花再长 你都不觉得时间过很快 是啊 所以我特地带你来这边 其实刚才我逛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这边有一些 艺术品 我以前有看过大件的 可是可能是在世界各地那种 五星级六星级的旅店 有它大件的一些艺术品 那这次看的那种三个小朋友 是迷你版的对不对 对 它是一些艺术品 把它限量复制之后 它其实希望我们生活能够更贴近 所以它是有连接情感的 一个寓意在里面 所以如果把它当成 是一个礼物拿来送人 还不赖哦 对 它是连接情感的礼物 好啊 这一系列好了 连接情感的礼物当中 我喜欢那三个小孩 你呢 我喜欢那个妈 回眸一笑的妈妈 那不算笑啦 对不对 回眸一看 它其实是在讲一个 内心世界的深思 嗯哼 它的题目是 这个世界会好吗 嗯 好厉害 非常沉重的一个问题 对 要发人身心的一个问题 是 可是它造型非常优扬 嗯 OK 好 其实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边哦 世界各国 可能名家的设计作品很多 真的硬要你挑出一个你最喜欢的 你会选哪一个 我会选一个荷兰的家具作品 然后它是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一个椅子 历史感的椅子在哪边 我带你去看 OK 历史感的椅子哦 哇 果然是很有历史感的一张椅子 对啊 它是一个 而然的设计师所设计的 嗯哼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块木头 对我它的故事 从斑波的油漆 一直到那个木头的纹理 你都可以看得到它的过去 所以它每一块这个木料来的地方 搞不好都不一样 对 它从废料回收场 回收回来 然后用现代的工艺 和人体工学 去再把它组装起来 做成一张新的椅子 对 OK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那么多的一些艺术品 那每个都有它的特色 很强烈 可是其实它如果放在空间里面 并不会一般 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有距离感 我怎么知道我太担心这个 我觉得这个看得很好 可是我不知道真的跟家具 或是空间结合起来的感觉 所以我要带你去看 它跟家具结合起来的感觉 OK 在这附近吗 对 好啊 那就去去走走 好 到了这个空间 我觉得像这样子 客金的感觉 这样子的沙发的组合跟款式 就比较像我之前看到 你那个个案当中 屋主可能会喜欢 这样子款式的家具了 是啊 其实我们可以假设 把空间当作像是一个画布 那除了空间架构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铺成它的层次感 那那个层次感它可以是沙发 可以是窗帘 甚至是一直到艺术品 艺术品的部分 对 OK 我们先来聊一聊好了 其实这一组沙发 那照一般人看 可能就是它是一个浅色系的白色沙发 就这样带过了 但是我知道它有很多的细节来 在这里面 就像我们看这一组沙发好了 它就是某时候它的一个新的款式 那它是比较注重一个建筑感的结构 也就是说它的雨绘是比较当代设计的脱开的雨绘 它在设计这个线条的时候 不是所有线条都是连在一起的 它让它的沙发是有空隙的 让它感觉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线条 比较有层次感的线条 你知道被你讲过之后 我们再看这种沙发就更有感觉 对 它是在集结里面有细节 那刚刚我们有聊过 因为看到了一些很有个性化的艺术品 我那时候很担心 它跟客厅搭起来的感觉是什么 但是其实我现在觉得不会 它们真的亮 对 所以它就等于是一个节奏感 一个画布里面一个块状的 再一个点状的 它艺术品就是在点状的部分 它是一个亮点 它是一个发光的有深度的东西 包含这一支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我们刚刚看到的马 维谋的马 OK 还有这支是相亲的另外一个作品 你看摆在这个空间就非常的有味道 OK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那种比较经典的款式 是一般人印象当中的 因为节目当中 我们想看你个人的喜好 要不要来一点不一样的 可以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些 比较后现代一点的一些 家事品 譬如说灯饰 家具类的 OK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是那个马的立灯 那跟真的马的比例是1比1 对 它就是一个雕塑的概念 结合灯去做的一个家事品 它通常会用到公共空间比较多 嗯 那接下来我们有看到一个 smoke就是那个吊灯 那那个吊灯的话 它的概念是比较后现代的 它把古典的语惠 然后结合被烧过的概念 再翻模做 做成以后 它就有一种历史的轨迹的感觉 所以比方说 本来应该要有五个亮点 对 灯泡 可是它 它能断了两根 有一点点那种 时间淬炼过的感觉 OK…这是后现代 对 可是如果我家里是后现代的感觉 事实上就不能把别的元素加进来了吗 其实你有时候前卫啊 和那种古典 很亮的古典 它其实摆在一起也是满有效果的 比方说我身后这张椅子吗 对 身后那张椅子 还有很纯粹 很华丽的水晶灯 它摆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有味道的 OK 所以其实后现代跟古典撞击 会有另外一种火花喔 这样 好 那不能免苏的 看完像家具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后 我还是想要再问你 我当然知道每一款都会有你喜欢的点 但是如果要挑一个很经典的家具 有哪一款是你想要的 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个椅子是 Tom Dickson的Winback单衣 那是你的梦想款吗 梦幻单衣 今天的造型是既夸张又内斂 很英国味的 它等于是一个 复兴英国文化的一个代表 成功的典型 很英国味道的 刘摄影师很开心 你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带我看了这么多 以前比较少见到的东西 是啊 不过就是你可以在这边多看一些 然后多看看多样化的产品 OK 我看一下艺术怎么融入生活 那也不耽误你 我知道你还有事吗 对不对 是啊 好 那你就慢慢看了 好咯 我们改天见咯 OK 谢谢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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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